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西门尼斯在2019-2020赛季的出色表现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墨西哥国角代表狼队各项比赛取得了27例入球 而曼联主教练索尔斯克亚一直希望加强球队的攻击线 因此西门尼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曼联的事业 其实曼联自2020年1月以来就一直在关注着西门尼斯 此前进球网就曾报道曼联向狼队就西门尼斯和他的队友内维斯进行了转会问询 但索尔斯克亚的球队最终在1月31日决定从上海生花租建伊哈洛 在最近的转会窗口 卡瓦尼又以自由转会的方式加盟了曼联 尽管西门尼斯最近的言论表示他可能会寻求转会 但在10月初 墨西哥前锋与狼队签下了一份为期三年半的新合同 这意味着他将自己的未来锁定在了狼队 西门尼斯在接受媒体TUDN的采访时表示 有一天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曼联想要签下我 尤文也想要签下我 我知道他们在试图接触我 但我们从未达成过任何协议 我在狼队感到非常高兴 这是一个很棒的球队 但俱乐部知道我还是有些不满意的 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 这人 因此我一直在寻求到更大的球队来提升自己 转会最终没有发生 如果当时我完成了转会 那么这将对我 对狼队和我所加入的俱乐部来说 都是最合适的 现在我在狼队感到非常高兴 在这里我一直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球员 现年29岁的前本飞卡前锋西门尼斯于 2019年已创纪录 得3000万英镑3900万美元的转会费 加盟狼队 截止到目前为止 西门尼斯代表狼队各项赛事出场 108次打进48球 并助攻18次 鲁诺桑波执教的狼队 目前在英超联赛中排名第9 新赛季西门尼斯代表狼队 在联赛中出场8次 已取得了4个进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